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24创新践行时 寒假版飘央苗的小火车即将播出 春耕时节 东北黑龙江北大荒七星农场的种植户们 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 最繁忙的插秧季 纽红军是一名种植户 它种了200多亩水田 每年能收获粮食6万多斤 有着十余万元的收入 新一季的插秧 意味着年底的丰收有了基础 这本是一件开心的事 但老牛的脸上却始终布满了愁云 因为他担心插秧工作无法按时完成 一天差不多六 你长时间就要属于季节性 老牛说的季节性其实就是农食 水稻和所有农作物一样 有着一定的耕种时间 然而不同于南方 一年可以种植两次甚至三次水稻 北大荒一年只能种植 本来就说是农水稻 和水稻二人关系 全部都要收获秽 如果你觉得农水稻 也会觉得农水稻 会不会那么减碎 esimerk在这边 用墜水稻 那么增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查阳太辛苦 很多人都放弃了这个工作 只有少部分人还在坚持 张亚飞 七星农场职工 每年的查阳记 他都要帮助种植户招人干活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全国都在有这个老文化 而且现在普遍的是从事 愿意从事这个水稻这种老作的 基本上都是你的大 现在年轻人他不愿意去从事这种 重体力的一个老公 为了解决查阳工短缺的困境 七星农场早在十多年前 就已经普及了高速查阳机 驾驶员 驾驶查阳机向前行进 所到之处 阳苗就能有序地扎进水田 这样一来 查阳工作就变得轻松多了 更重要的是 查阳效率是传统人工查阳的五十倍 一天可以查地五十亩 不过 要想查阳顺利进行 还有一个环节 必不可少 那就是 挑阳 挑阳是查阳作业中的一个细分工种 主要负责把阳苗从预阳大棚送到水田边 方便查阳工或者上阳工拿取阳苗 挑阳是一项体力和技巧相结合的工作 挑阳 需要挑阳工挑着一百多斤的阳苗 在不到一尺宽的田耿上 平稳行走 然而 这并不容易 早晨三点多钟 干到晚年七点多钟 一大阳得一百四十五十斤 人是受苦 肩膀一压 压得有时都油坏了 这是体力苦 内压是能不能 用不上两年不用 用我也干不动了 我也不干了 最近两年 种植户们发现 挑阳工不好找了 不好找 这几年找都是挺费心的 给人多钱都不干了 一挑都一百四十斤 现在一般的人都挑不动了 这两年价格有点高点 多少钱一个人 今天是八百 一千的 一个人就得八九千块钱 一名挑阳工就要支付八九千元的劳务费 这对以种地为生的农户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然而 就算开出了不低的报酬 还是顾不到挑阳工 这是为什么呢 这田崗 看这是相对来说好一点的 但是也不行 看非常软 你看只有一个脚这么宽 这个田崗高低不平 你看这个宽度根本就不均匀 有的宽度特别宽 窄的地方像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脚能踩的位置就这么大一点 八成大这么一个地方 可能我们脚就踩到这儿 现在这种梗走起来 就咱们现在走 如果不小心都会掉下去 如果挑苗的人你想想 一脚踏到这种地方 像下雨天如果一滑 就很容易出危险 这块呢 是我们在我们这块地 水旗上放着这个石板 这样也是为了我们挑苗 能够好走一点吧 但是这个是有成本的呀 挑苗的工人 你看他挑着苗上那个石板路 我觉得可能相对好一些了 我们的工人挑着120斤重的 相当于咱们那个杠人一样的重量 杠头上上上下下 我们铺了石板就把这高度 就已经是升起来了 就是它要是往上跨一步 然后才能上到这个石板路上 所以说这个也是挺难的挺沉的 由于顾不到挑苗工 老牛不得不自己干上了挑苗的活 张亚飞也赶到地里 帮他一起挑苗 跳不动 太累了 直不起腰啊拿这个东西 这筐现在得有140斤左右的 这浇上水就更沉了 我估计我就站不起来了 我刚才挑着一股 我感觉我这腿现在 好像都酸得不行了 这个肩膀后面往进去 好像有点压坏了似的 疼 就这样事的 等你那个送口架了 它就完事了 就是那个几天的活 哎 这历历就辛苦啊 就把这事解决掉 要不然地 这么多的地 现在你的左右连接都是这种状况 是吧 农业生产需要各环节密切配合 然而由于顾不到足够的调阳工 不仅让整个农场的春耕受到严重影响 种植户种地的积极性 也因为利润的压缩而被大大打击 小小调阳工产生的蝴蝶效应 最终影响的是粮食安全问题 调阳工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 招不到调阳工 已经成为农场所有种植户的难题 在张亚飞看来 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如果没人来做的话 对 它会影响我们整个产阳进程 就是我们 可能这个环节我们作业完成 这个环节完成 导致就是 没完成那一部分土地 秋天就是没有收购 我说这事很难发 即便招待了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 但是你解决不了成本的问题 现在就是用我们种植户的话讲 就没法种地 拿我们西方大为例吧 一共有105万米的水田 这些水田怎么办 没有人去种地 这样会导致我们大量存在光 被我们保证不了国家的安全 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这大问题 现在是一个想法 由于招不到足够的调阳工 春耕的任务无法完成 年底的粮食产量必定会锐减 张亚非决定另辟蹊径 火车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目前中国已编织 世界上最现代的铁路网 和最发达的高铁网 五国铁路营业里程已接近16万公里 火车让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 在有些偏远山区 为了帮助村民们走出大山 把农产品销往市场 还有专门的低速绿皮火车 这种绿皮火车可载人也可载货 甚至还有专门的牲畜车厢 不过就算是火车可以开进大山 开进峡谷 可以运人 可以运农产品 甚至运送牲畜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 火车可以开上田梗 运送央苗的 张亚飞的想法一提出 就被集体否决了 讨论也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冲心是最难的 从零到零 是很难的 一些我们可能用通脑风暴 拿出了一些点子 在别人看来 你真的天荒夜谭一样 然后你还要把它干成了 然后你还要 拽下这么多人给你起干 就更难了 一方面是创新太难 另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挑阳工 保障插阳进度的严峻现实问题 农师从不等人 挑阳工的问题 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 其实 跑开松软的田梗能否承受住火车重量的问题 修建铁路路基 铺设轨道和购买火车的成本 也让种植户力不从心 不打靠服 你要是把这个田田梗的长太宽了 也是那个下地了 这往那地都花钱的 你带成本来高的 肯定不行 人挑虽说累点吧 但是也那个 也那个实惠点 那个经济实惠点 成本控制 是所有生产经营的第一考虑要素 农业生产更是要为种植户节约成本 显然 火车的成本太高 让火车运送央苗的想法并不实际 不过 这不意味着火车和轨道的思路不可取 火车这个旁人大物可能是坐再小 它可能是它的体量 它对这个轨道的要求可能还很高 就是我们觉得为什么不能把它 就是把这种结构把它便宜过来 确定好接近火车和铁路轨道的思路后 张亚飞带着团队成员走进了车间 电光石火箭 一套神奇的运输车诞生了 这就是我们生产的走推式的轨道车 我们这个车我们现在就能装七款的仰苗 上三个成年人 我就这样的推就非常轻便非常好 首推式轨道车 由轨道和推车两个部分组成 其中轨道是特意按照填梗的宽度制作的 轨道上加装的横梁 可以嵌入填梗防止铁轨滑动 而为了铁轨安装的方便 张亚飞还将铁轨间的接头设计成了可拆卸的插孔式 一定的一方面 因为我们往地里输送 可能大概有100多米 200多米 300多米 都不一样 这样的话 你轨道如果做得太长 根本就咱也拿不动 所以说我们就十多米 可能就是一根 然后做一个就是比较快速的一个接头 一插就可以了 带着亲手做的轨道和推车 张亚飞来到了老牛的地里 在轨道和滑轮推车的助力下 300斤的羊苗被老牛顺顺利利地送到了水田 这可是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重量 推着小车 老牛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不过细心的张亚飞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原来滑轮车的启动和停止是纯靠人力来控制的 而且要求使用者的双手和双脚同时发力 才能控制好车 但是不同于在平整的水泥地面 田梗只有一尺来宽 泥土还很松软 脚上同步发力比较困难 毕竟是推着300斤的重物 挤烫下来还是有些吃不消 就是我们在从静止到它动 这个时候需要很大力气 还有就到位置的时候 它一旦动起来关键比较大 你到那个到位置的时候要把它拽着 这样还是对人的劳动力没有太多的解放 你还需要推吗 那怎么才能让小推车更省力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云扬苗的轨道车虽然可替代人工调养 但需要人推也很费力 要想省力就必须有外来动力 很快张亚飞想到了新的办法 想就把这条车做成有动力的嘛 我们就找了一些 比如说摩托车的一些发动机 比如说我们小的一些器材有的发动机 我们就给它装上了 最初的样子也是真的 不像个机器的机器 架接上这么一个动力 但是效果还是可以的 至少能不能把人替代到 而且加上这个动力之后 我们这个载重量又增加了 这就是新研发的电动轨道运苗车 别看它外形简单 力气可不小 一次能运央苗250千克 比手推车足足多出了100千克 而且完全不需要人力控制 按这个就行 哎呀 这上进多了 这个应该是连推那个都不用了 这个是不是挺好 嗯 挺好 这是倒啥算是相近科学 对 这玩意就是那 一点点让人家眼睛出来了 这玩意味 老牛种了20多年地 也用了20多年的调阳工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有一天竟然可以不用调阳工 而是自己开着小火车 把秧苗送到地头 要知道 以他家200多亩水田的面积 小火车可是节省了至少两个调阳工的费用 那可是接近2万元钱 拉着500斤秧苗 在田梗上来回穿梭 老牛心里甭提有多美了 五月的天 娃娃的脸说变就变 刚才还是万里晴空 这会儿就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不过 羊苗的运送并没有因为雨而停止 这也意味着 以后遇到小雨天 再也不会发生 因为没人挑苗 而不能插秧的事情了 然而 就在大家为之高兴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小火车竟然翻车 连土羊苗也掉进了水田 看着水田里散落的羊苗 老牛欲哭无泪 那个苗撒到田里就不能撒 它那个苗撒了上香盘 那插秧机一插就对苗了 就不能用了 拧起来 不用拧起来 老牛的抱怨 让张亚飞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原来羊苗掉进水里后 会迅速吸水变得软塌 这些软塌的羊苗 在水和泥土的作用下 非常容易粘在插秧机的羊爪上 这时候 插秧机必须停机整修 这不仅仅是浪费了羊苗 还耽误了整个插秧的进度 满脸愧疚的张亚飞和大家一起 把羊苗和车从水田里捞了出来 小火车的电池因为泡水 已经无法启动 他只能推着车往回走 不过这一次 小火车很听话 没有翻车 那刚才为什么会翻呢 刚才有个轮 有个轮可能有问题 有个轮起来了 它不跟那个鬼脱离开了 在下雨沾上水 可能它本身也滑了 那轮子可能走的过程中一打滑 而且还有刚才可能是因为 车我们倒着开 我都往后看 人的重心可能就偏了 带着本身它就有坡了 但一带着重心一偏 它就翻车了 太耽误了 苗都毁了 我们这个平衡这块 可能还要我们再要改善一下 原来 横梁和轨道 并不是按照田梗的高低起伏 量身定制的 这就导致小火车在运行中 会产生不小的上下起伏 而另一方面 由于轨道是曲面的 车轮在运行的过程中 无法和铁轨做到百分之百接触 因此小火车还会左右晃动 上下的起伏 加上车身摆动的幅度 再加上车辆倒退运动时 重心的偏移 多个原因的叠加 共同导致了小火车脱轨 并最终翻车 那怎么才能让小火车 安全平稳地运行呢 显然 无论是将田梗 修正到符合轨道运行的标准 还是将轨道按照田梗条件量身定制 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人力 物力 财力 这对以种地为生的农户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也就意味着 解决小火车安全运行的办法 必须转变思路 一番讨论 大家决定从车轮入手 解决小火车脱轨翻车的问题 很快 一套全新的车轮被造出来了 这套车轮由前后四个咕噜 和一套自动平衡装置组成 像到那个底盘 在运行过程中 只要一方咕噜有悬空的可能 另一方咕噜会迅速卡在轨道上 从而避免脱轨 这是我们全新改款的 最新的一代轨道育苗车 原来是四个轮子 它前后的平衡 平衡性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们通过改款 我们变成了八个轮子 每四组轮子 它会有一个自主的平衡 这样前面平衡后面平衡 尤其载重过程中 前后都平衡了 我们整车的平衡性就增加了 全新的小火车 不仅仅是车轮有了改变 它的动力控制系统 也由单向行驶 调整成了双向行驶 并且安装到了 小火车的中间位置 这样一来 车辆前后都可以 加装拖车 装载央苗 操作人员 也不用扭着脖子倒车了 为了证明改建后的小火车是安全的 张亚飞决定亲自示范 坐在自己设计并改造的小车上 张亚飞感到无比自豪 可是没走多远 原本正常行驶的小火车 竟然再次发生了意外 车轮脱轨了 明明已经更换了新的车轮 小火车为什么还是会脱轨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张亚飞反复查看脱轨的位置 脑海里也一遍遍回想 小火车在脱轨前的运行状态 他认为 脱轨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离心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车之所以会脱轨 就是因为在转弯处 车速过快 产生了比较大的离心力 造成车身倾斜 自然地带着车轮 整体离开了轨道 然而 当车辆回正时 车轮并没有落在轨道上 万幸的是 小火车只是脱轨停车 并没有翻车 但这种状况 还是让张亚飞吓出了一身冷汗 既要小火车的行驶 保证一定的车速 不耽误运送央苗 又要能在转弯位置 控制车速 保证不翻车 张亚飞团队决定 用微电脑控制的水平仪 来解决这个问题 通俗来说 就是将水平仪和小火车的速度控制器相连 一旦水平仪感知到车辆重心偏移 水平仪就会对速度控制器 发出减速指令 从而避免脱轨翻车 带着再一次改进的小火车 张亚飞找到了老牛 这一次 老牛没有再拒绝试车 坐在小火车上 毫不费力地将一盘盘翠绿的央苗 送到了田边 老牛心里乐开了花 老牛没有想到的是 张亚飞还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惊喜 这是我们新灯家的一款遥控器 就是你不进地里边用遥控器 就可以把它送进去 那你试试吧 对 来 我给你演示一下 看这车现在 轮的多了 这更稳定了 从人工调秧 到手推车运秧 从有人驾驶小火车 到遥控驾驶小火车 在一次次改建过程中 种植户们尝到了 创新带来的甜头 运秧苗的小火车 在农场投入使用后的成效 究竟如何 创新践行时稍后继续 有了小火车的助力 新一季的春耕 在极度缺乏挑秧工的情况下 如期完成 农场 确保年底粮食丰收的基础 已经打牢 为了让中国人 可以牢牢端住粮食饭碗 田间地头 也能处处看到科技的力量 小火车运送秧苗 是中国农业智慧的一个缩影 未来还会有更多创新的农业设备 在田间大显神威